哈囉大家好 我是完全沒有在鬧的胡鬧的胡 那大家有聽過小拍子這種練習節奏的方法嗎 那比如說 我們流行歌常常會拉四四拍的歌曲 就是以四分音符為一拍 四分音符就是一拍 它就是以一拍當作一拍 然後呢 每個小集有四拍 那打小拍子呢 就是我們把 單位縮小 本來是以一拍為一個單位 現在我們以半拍來當作一個單位 所以呢 原本的一拍就會變成兩個半拍嘛 在對節奏的時候 一拍它就會打兩下 那這樣的話 一個小節 原本有四拍 就會變八拍 不過這八拍是八個半拍 不是八個一拍喔 這樣 它就變它兩倍了 所以我們變成八個半拍 加起來一樣是四拍嘛 那變成這樣有什麼幫助呢 那我們遇到比較複雜的拍子的時候 我們如果透過小拍來算的話 假設原本一拍的速度是這樣 一 二 三 四 那打半拍的話 這就會變成 一 二 三 四 可是你今天遇到比較慢的歌曲 或是比較複雜的歌曲 那這時候你第一拍接到第二拍的時間 也許你會抓不到 那如果中間再幫你多打一下 一 多打一下的話你就會多一個 多一個基準點讓你去對 那就會更清楚 所以像我們在練這首 天底刺牌的時候 它牌子蠻複雜的 因為 它有很多連結線 那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透過 小拍來算的話 就能算得比較清楚一點 像我們這個小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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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呢 如果我們是打一拍的話 它變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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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超不準 那 現在小拍子它會幫你多打一下 拉 兜 這樣你就有兩個拍點個 只要去對它後半拍就能對到 拉 兜 對 就會 變得比較好抓它這個節奏 那半拍就是一拍的一半嘛 所以呢 我們速度如果原本你是練六十的話 我們就要乘以二 變成一百二 所以你原本如果是 六十的速度 一 二 三 四 又變成 一 二 三 四 這個我手打的是一百二的速度 嘴巴唱的是六十的速度 那我們現在來練習看看這首千里之外 這首歌曲它幾乎整首歌都是比較細的節奏 那所以你在算的時候如果你是用大拍來算的話 可能就比較抓不到它的節奏 那 如果用小拍來打的話 就多了很多拍點可以對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這首千里之外吧 字幕影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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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